独自打拼的疲惫深夜 有一种声音 守候着你 陌生城市的茫茫人海 有一种温暖 陪伴着你 无法诉说的情缆困扰 我们 为你疗伤之余 每个迷茫无措的夜晚 我们在这里 也为星辰 也为你 我是陈一 我是陈墨 每周四和周日晚 我们在这里等你 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 欢迎点击订阅 生活恩苦我们要填 这里是陈一的心灵诊疗室 晚上好 我是陈一 如果你有什么心事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都会看到的 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来陪伴你的 当你觉得无助的时候 可以戴上耳机 我会陪着你 一起熬过去 好的 我们来听听看 今天的听众 都有哪些困惑 第一位是叫 十三的听众留言说 我和男朋友吵架了 我们在一起 有大概半年的时间 其实只是一天小事 结果他说自己受够了 然后就把我拉黑了 将近一个月 这是谈恋爱以来 他拉黑我的弟 86次了 其实他之前 一直都对我很好 特别宠的那种 我想吃水果的时候 他会喜好 每天早上 他都会准时和我起床 甚至我感冒难受的时候 他会一晚上 不睡照顾我 但是最近 不知道怎么了 我们经常吵架 这次我连话都没有说完 他就把我拉黑了 我不知道 现在是应该找他说清楚 还是继续等他把我加回来 毕竟我们还没闹到分手的那一步 我该怎么办呢 难道要我主动找他吗 还是说就这样 默认分手 姑娘 说白了 有句话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所有大张旗鼓的离开 其实都是试探 真正的离开 是没有告别的 从你的描述 可以看出 在你们这段感情里 他迁就你的地方比较多 平常吵架 应该大多数时候 也都是他在哄你 但是人 都是会累的 可能他这段时间压力比较大 或者他心情不太好 所以也想让你哄他一次 或者像别的女孩子一样 和他撒个娇 他拉黑你 要么是在等着你去找他 要么是想自己冷静一段时间 我建议你不要等 而是和他面对面聊一聊 分析一下你们之间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吵架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还在意这段感情 在意你男朋友 就不要发火 心平气和的 好好聊一聊 在我看来 沟通失败 往往是一段感情 出现问题最主要的原因 而拉黑 是用来解决问题 最蠢的方法 别想太多 恋爱从来都不能靠意念 更不是靠套路 而是需要你们两个人 共同地学习和努力 学着去沟通和理解 才能走进彼此的世界 有矛盾了 就立刻解决 绝对不要让他变成 解不开的心结 去吧 主动 找他说清楚 如果他愿意和你一起解决问题 那就皆大欢喜 如果他继续不理你 执意要和你分手 那你也没有挽回的必要了 我们接着来听第二位来自 叫晚安波波的听众 给我们留言说 我跟初恋男友 认识十年了 有三年时间 我俩在一起过 就算是后来 他有了别的女朋友 我也一直排在他身边 他也知道我对他的好 而且还把这当成了理所当然 朋友都说我傻 劝我离开他 就连他自己也说过 这么好的姑娘 一辈子就毁在我手上了 其实这么久过去了 我也分不清 我对他到底是什么感觉了 我不知道自己这么坚持 是为了什么 只是在跟别的女生相处时 会时不时想到他 我知道我们之间不可能了 但我还是舍不得离开 害怕他在外面受伤了 回来没有人等他 也许 这就是习惯吧 习惯到 令人害怕 我该怎么办呢 毫无疑问 你应该离开的 站在男生的角度上 当一个男孩 知道你对他的好 默许你在身边 却不给你女朋友的名分 就说明他是真的 一点都不喜欢你 更何况你们分手后 他还有过别的女朋友 他都已经不断展开新的生活 你为什么还要死死抓着不放呢 你有没有想过 有可能你习惯的不是他 你只是习惯了喜欢他 陪伴他这件事 和别的男生相处时 你会想起他 只是因为他是你的初恋 而这些年 你除了他以外 再也没有关注过别的男生 没有什么可避性 所以自然而然的 就会联想到他 时不时想起一个人并不可怕 就好像你在饿了的时候 也会想起楼下那家 卖煎饼的老大爷 你可以尝试不再关注他 不回复他的信息和电话 也不要主动去看他的朋友圈 我知道这很难 所以如果做不到的话 不妨把他拉黑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你可以找点别的事情 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比如多参加一些聚会 多认识一些新朋友 当你不再把关注点 放在他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还有比他美好的事情 多了去了 你应该拥有更好的生活 而且是没有他的生活 今天的最后一位是叫 你好特别的听众留言说 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三年了 有件事情挺奇葩的 就是他这三年来 从来没有占过我的朋友圈 就连紧对他一人可见的动态 他也没有任何表示 也不知道是没有看到 还是故意不表态 我有时候晚上 想他想的睡不着 就会给他打电话 但他的手机经常打不通 他偶尔也会说 想我了这样的话 但是从来不会主动 给我打电话找我 可能他也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说真的 我很不理解的 他是不是根本不喜欢我 我要不要和他分手呢 说实话 朋友圈点赞与否 并不能成为衡量 他爱不爱你的标准 感情也从来不是在朋友圈里刷出来的 而是在生活中的实际行动里表现出来的 听你的描述 你们在一起三年了 他都没有赞过你的朋友圈 也没有主动找过你 那就需要你想一想 你男朋友有没有看朋友圈的习惯 如果他本来就是一个不经常刷朋友圈的人 那么你可以告诉他 你希望他能把注意力多放在你身上 而且你希望你们的沟通及交流是相互的 而不是你一个人主动的 如果他会给别人点赞 却从不理会你 那这种情况就分两种 一种是他由于工作需要 礼节性的点赞 但是在你身上 他不想用这种礼节性的行为对待你 只想好好爱你 那就无可厚非了 还有一种就是你男朋友对你有所忽视 他宁愿点赞一条别人随手发的动态 都不愿意点赞你的警察可见 那就说明你们的感情出了问题 至于电话打不通的问题 有可能是他在忙 或者手机静音没有听见 或者他过一段时间看见了就会答给你 那么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如果他看见了也不回复 几天前的信息和电话也不理会 那么我觉得你就需要重新审视你们的关系了 毕竟现在的人几乎手机不离手 再忙也总会有闲下来的时间 你可以根据我说的分析一下自己的情况 看看你们之间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但无论怎样 我都希望你不要委屈自己 本期问诊就到这里 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胡夏的星光 生活很苦 我们要天 我是诚意 诚意的心灵诊疗室 没万一可逃 伴你入眠 晚安 好吗 诚意的心灵读室 是 柝汇呀 虽然 在诚意和身边所长的工程里 在诚意的心灵诶 缘分绕绕的误解 也想要去辨歇 尝造独一无二的感觉 遇见你是竹林邂逅出乡 飞鸟邂逅海浪 沙漠邂逅星光 虽然情话不复杂 未来也还漫长 却只想陪你到天花 拥有你是荒岛拥有宝藏 不分拥有方向 冒险不会迷航 追逐彼此的星光 幸福插上翅膀 环绕心机的愿望 能抵挡 远远看你的眉 想把诗句填写 未飙露的心意 在等待被察觉 纷纷扰扰的误解 也想要去编写 创造独一无二的感觉 遇见你是竹林邂逅出乡 飞鸟邂逅海浪 沙漠邂逅星光 虽然情话不复杂 未来也还漫长 却只想陪你到天花 拥有你是荒岛拥有宝藏 不分拥有方向 冒险不会迷航 追逐彼此的星光 幸福插上翅膀 环绕心机的愿望 抵达 抵达 我先记得愿我能抵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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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